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老鼠FSB688 你将获得第一手标股的资料 如果你还有任何操作上风亭 欢迎视讯丰鹿 各位全国同志们 大家午安 下午好 欢迎收看股市丰鹿榜 我是许丰鹿 大凡指数啊 今天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 看到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又在回档 你有没有很担心 今天台北股市会大跌 如果你有看冯博老师早上的早还文章 小老鼠FSB688的官方网站 我就跟你讲 台地链回测五日线 就会反弹了 多头就会继续涨了 多头没有变啊 但整个股市的内容变化很大嘛 我上礼拜一 讲四星KY股王怪怪的 IP股你要小心 结果即便到今天指数在反弹 居然连四星KY都不反弹 四星KY居然没有反弹 早上还有其他 这个神盾来做一些抵抗 具有做一些抵抗 IP做一些抵抗 但是真的基本上来讲 今天IP股还是灭掉了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在 在这边要跟大家再提 现在真的是高手过招 你能够想到今天的鸿海可以涨停板吗 我昨天没有跟你讲说 你看今天现在是换称盘角色不一样 多头有很多人可以用 我早上我们在里面还会讲 有车店可以用 有生计可以用 有什么 有没有涨到的AI可以用 有金融可以用 风险我会提示你 机会我会提示你 那这个行情现在就是要挑战 再次挑战两万点 但他再次挑战两万点 不是用台积电供 大家机会就会更好 因为今天很多股票 很轻一拉就可以供涨停 世界先进供涨停 连电又转强 连鸿海都可以供到快涨停 鸿海整组往上走 不赚钱的台通可以涨 赚钱的鸿海可以涨 全资股很大的鸿海可以涨 全资很新的Air Max 可以涨停 有没有 市场资金还是非常充沛 不管怎么样 就算昨天收到不到4000亿 他还有将近4000亿 行情很好 可是难度非常高 今天有股票跌停板 对吧 今天有之前很强的商药集团 基本上大多数都大跌 对不对 跌停板好几家 怎么上去会怎么下来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现实 就是这么现实 那你只要做你觉得 你可以接受的好股票 你觉得你认为 它未来会有成长的机会 那你做对的事情 不要贪心 你还是会赚到钱 但我必须要讲 现在难度非常高 所以冯老师今天有特别 趁着这个行情跟大家来讲 巅峰对决369 获利换成专案 来我们要挑战三个月 瞄准六成以上的空间 让大家看到 封老师可以带你超过九成的胜率 369的巅峰对决 来我简单来讲做一个奇迹对决好不好 台股两万点没错吧 来个奇迹对决 封关的收盘价 2月5号封关 台积电646 7402的议期80.9 这一波段的高点 我问各位 你要不要再复制一次奇迹啦 还有没有再一次奇迹 当然有啊 当然会有啊 当然会有嘛 股海永远在是我最想讲的 你只要不要在股海里面阵亡 什么叫阵亡 股票买下去就是买到最高点 他就一路回一路回一路回 你就永无翻身之路 你就要等好久 不是不会永无翻身之路 你要等很久 要不然就是你要懂的什么 我换股 买错股票人人会 冯老师也会买错股票 买错怎么样 换掉它 重新买新的 这是个多头时机啊 他正一下 连宏海都可以 供到匡教掌龄板的格局 你还担心没有机会吗 如果没有赚得到钱 赚不到钱 欢迎赶快参加这个专案 好不好 你来看 这是我们这一段期间里面 跟大家分析的股票 预期啊 刚刚是用封关价来讲 我们早在这里就开始布局了嘛 这个是60几个percent 广运是年后 最低还买到59 这波最高的到95.6 台药 年前 跟大家来讲 说他会创新高 这波最高到178.5 伟创跟广达是最多投资人的股票 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问风老师说 风老师你都知道伟创广达当时有很多人套牢 你都知道那个股票股本很大 未来要创新高不容易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节目上介绍伟创跟广达 我讲出来这个心声你可能会有点持怀疑 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基本面不只值这些钱 他们的基本面值更高 而很多的投资人是因为买了高档的伟创 买了高档的广达 然后看到风老师的节目 然后他们来加入我 他们希望我一路的追踪 一路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我认为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因为过去的航海王 过去的生计股 大家都买在相对高点 就算有更高你没出到之后 你就长期套牢 那我说AI不会像他们一样 因为一个是景气循环股 一个是新药的爆发力 那是太多倍数 像合一是从20块一路涨到400多块 我们当然不是买20 我们从50多块70多块一路买 还有买到120 130 140的 可是400块我会不会买 300块我会不会买 那边都是我们买点嘛 懂吗 那AI是未来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东西啊 所以我说它一定会在涨 但你没有发现 其实真的就这两档股票还没有创高 当然还有啦 还有谁 还有低档的还没有创新高的 我今天有布局一档股票 我直接就讲我今天有买神达啦 神达位置也很低啦 但我等一下我就不太做分析啦 因为这一波它也是相对比较弱 可是它营收真的有上来喔 营收真的有上来喔 它提早也非常多 好 那我想我会去介绍一些股票 原因很多 除了让投资人可以获利之外 我希望可以帮很多的人 去解除你们心里面的疑惑 解除你们的问题 因为你能买在高档 偉创广达就是这个例子 但你去看能不能赚钱 还是可以赚钱啊 我们有没有出到这个位置 还真的有 还真的有 记不记得你去看我在 小鼠FSB688这个官方网站里面 我在2月15号 新春抗盘第一天都告诉你 先卖这些 这个我会创新高 好吧 那这是我尽量去做的 帮大家去做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帮得到你啦 所以 这个行情现在要再挑战2万点 你如果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赚到钱没有关系 你这段时间赚的钱不够多 也没有关系 欢迎大家好好利用这369的专案 好 台积电测试无线成功嘛 如我的预期啊 4星KY破季限 这让我比较觉得会比较担忧 IP股很黯然 尤其是今天很多投机 肌股都拉回比较深 而且有的都打到跌停板 散热继续噴出 这个没有办法 算力这么高 温度这么高 一定要用液冷水冷 酸红其红在涨 管运还没有过高 但是啊 有人悄悄来准备挑战高点 红海集团的 MXKY 好 那因为那成交量后来太小 我们就没有再跟大家来报告 底部布局才会大赚啊 这还是我的一个关键 你只有底部布局才会大赚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一起我们到底是什么布局 电子标签啊 其实我讲了几天 有没有投资朋友上礼拜五 有看到有台节目 晚上11点我去参加 应该大家都知道 晚上11点那个节目 有台的节目 我当时就有提到电子标签 是不是可以注意啦 电子标签可以注意喔 那我特别提到的 就是这家公司 永道KY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的营收 已经开始在回溫了 那电子标签是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现在在买东西 是不是都会贴标签 贴8扣 对不对 8扣 贴8扣 那你可以去做记录 可是 如果你是用电子标签 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子的 一个小标签 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改价格 你要不要再换那个 一个一个贴 就不用一个一个贴了 懂吗 那个会很省 什么 纸张 会节省你的人力 最重要就是这两个东西 人力 纸张 还可以随时挑随时改 电脑都有存档都有记录 会不会错 就不会错 这长线趋势的东西啊 买趋势不会错 来高子力股跟大家讲得仓 我昨天还讲一档三洋 哇 他昨天公布财报 我就很担心很透视 我说 诶 风老师 我猜到你昨天在讲的 大概就是那个三洋 三洋 那 可是他2月营收衰退 比1月营收衰退好多 1月65亿 2月才45亿 衰退好多 衰退三成 哇 年减也年减耶 大家没有发现 2月其实营收要怎么看 大多数的投资法人在看2月营收 会把1、2月加起来一起看 好 1、2月加起来一起看 我在早上也有解释 我就在跟你讲这个概念 1、2月 我2月 我1月刚刚要创历史新 然后就表示我集中在1月 有比较大的促销行动嘛 过年前比较大的促销嘛 先卖嘛 那2月就没有促销 因为就休假去了啊 所以营收还有45亿 总和1、2月加起来是110亿 去年1、2月的山羊加起来是95亿 我还成长了大概15% 那什么概念 1、2月比去年同期升上15% 那去年前三季就6.17 全年是不是7块 大家知道去年他最高多少钱吗 99耶 差一点也要破百耶 现在才70出头耶 那今天这样布局下去 你短线你很快 他这两天 大概这个礼拜就要公告他的获利 一公告大概 如果获利7块 你看哇 这本益比才10倍 那他如果说他又要继续扩厂 明后年又可以继续成长 我可以让大家讲 现在大家都去往东南亚国家 不管是泰国、菲律宾 越南、印尼 大家知道这些国家 其实人口都很多耶 少则7、8千万 多则1亿多人耶 那些人都是骑autobi的喔 山羊在那边真的是大公司喔 那他继续在扩厂喔 那去年可能大概赚7块多喔 今年有可能再往上提升到8块 那银收会一路成长的公司 股价本益比这么低 还他一点公道嘛 最近有一些公司只要一公布配息 一公布获利 砰就先跳一根8%、10% 那这个是底部的股票 我才敢跟你讲 那当然拉回来的股票 没有可以买的也有 营收成长股 我们今天来看看权电信 我等一下稍微跟大家来讲一下 他简单的内容跟技术面的操作 好 那当然欢迎大家 扫描QRCOLE 小小鼠FSB688 每日早报 操作提醒跟标语根本报告 都在里面喔 尤其是每日早报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花三分钟五分钟 看那个封老师写的文章 我可不是花三分钟五分钟就写完的耶 我得查资料 我可以看新文 我可以看报告 然后我看了整个盘式 就我告诉你 不见得每一档股票真的写上去都标 但是我会提示你的风险 我会告诉你机会 增加你的胜率啦 我只能这样说 那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对话留言 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展示 做一个留言嘛 对不对 来 请大家扫描QRCOLE 股市封声棒 封老师的选股策略差距技巧 我们每日更新 那封老师的经济报 特别来实际上唯一五连霸冠军 总结效219% 单机报首114% 冠军要不要防备赚 今年一定要努力赚 去年叫做有利可图 今年叫做利上加利 今年真的叫利上加利 我觉得今年还是大好年 上个礼拜我就比较保守 我没告诉你 有没有 赚的指数很容易赔差价 而且你手脚不够快 很容易受重伤 一个转眼就是三成两成 指数在创新高 个股已经回三成 来 我们昨天是不是在看巴隆 跟大家讲巴隆最准嘛 巴隆看美股多头延续 我也跟大家讲 这没什么大问题啦 他如果说多他一定是多啦 道前华是多头格局没变嘛 对不对 来 纳斯达克创新高之后 小福拉回整理 今天啊 要嘛一根长黑 要嘛就是怎么样 做一个小反弹 来 废半 今天出了这样子 看到台股这样走 那晚上应该照理想 就是跳空往上走了啦 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虑啦 十字星 开高走高开低走低啦 我认为开高往上进行反弹 空间不一定非常大 那加点指数呢 上礼拜五爆量 对不对 爆量 会见头反转吗 不会 他会再挑战一次 要下来再下来 可是我认为他最好是在这边做整理就好 那贵买指数啊 两根长黑下来 今天开进行进行反弹 但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一点 有些股票拉回是不能买的 有些股票拉回是不能买 有些股票拉回是不能买 拉回不能买的叫做 它过去就是题材炒作拉上去 玩筹码的 那你现在看到一月营收二月营收 你数字都公告出来之后 这种会比较扎实的 你再来买 那有些是因为人家知道 他可能营收是五月六月才要出来 但他就是硬是把筹码撑住的 那他一定不会大拉回 你这样明白吗 他如果有撑住他就不会拉回 拉回的没有营收就不能买 请记得拉回的没有营收成长不能买 这样明白喔 拉回不能买的是没有营收成长 那假设他是没有营收 但他就一路撑上去 那就是筹码很稳定 那就是走筹码 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了喔 这个会影响你的操作很大喔 你要记得这一句喔 来 你看我上礼拜怎么提醒 3月7号 我说股市创新高 谁卖股票给你 其实基本上只有走台积电 我说大多数股票找卖点 你只能布局低档股票 不被大家熟悉的股票 我问大家 上礼拜低档股票有没有像 像什么 像鸿海也是低档啦 连电也是低档啦 世界先进也是低档 没错吧 去看那时候当然就是低档 鸿海集团今天整个都是低档 全部都坦上来 那是要布局低档的 但你会想得到要上礼拜要去布鸿海吗 包括我也不会想到 我问你们布局我们所熟悉 业绩成长股吗 因为过去他平均一直都给很低啊 对不对 那我在这边也有讲说 台股指数靠台积论能喷出 但很多聪明前跑了 聪明前跑了 IP股市目前跑最快的 股王 3月7号盘前还只差10%啦 你现在看看他今天收多少 M3要已经离高点25%了 神盾集团普遍15%了 不要看的市场整理 对不对 四星KY 我是礼拜一就告诉你喔 但是4565 一路回到今天低点3575 多少钱900块 9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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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1000块了喔 990啦 465 565 575 990了快1000块 而且他记线没有熟喔 记线没有熟 你要看他三天熟不熟 记线趋势还向上 但他如果明天再一根 这就比较麻烦了 逻辑上今天有量 有人在接 应该在这里有做防守 没有拉 来 3月12号 这是我今天的文章 我说历史不会重复 但是会有机能的相似 我说啊 投信买 官股买 控盘者还有金融口可以控盘 前一段没创高的电子全职也能反弹 前一段没有创新高的电子全职有谁 哇 世界先进算不算全职 鸿海算不算全职 连电算不算全职 高股息股票也能带一波 耀牙 这个生计股也能涨 我们在看的还没有公告的也涨 碟队场的手机 手机 那不是鸿海吗 电动车也有反弹的空间 这两天电动车的股票也在弹啊 今天大概率由台经的下跌带动 带动一下指数拉回测试五日线 测试一下五日线 但我本来认为这礼拜应该会有反弹啦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反弹太弱了 反弹都是卖点不是买点 那电子标签电子指数还是看好 关键是买低一点 我早上就告诉你我的看法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测试完还是会继续涨 来看台积电今天有没有测试五日线 有吧 有吧 测试一下五日线 其实高档是796 追到高档的人到今天最低754 你会痛痛了啦 40块啦 连台积电这种股票也可以 三个交易日 让你看到高低差40块你也会痛嘛 你买到高的你最高也会痛 更况你看它从封关前喔 到最高点才涨23个percent 很多股票都已经涨到三成 四成五成六成不等 那你这一跳下来就是7个percent 8个percent 7个percent啊 也痛痛嘛 对不对 最高不太会赚大钱啦 这里都不是你的买点啦 来 今天的新闻 鸿海买盘艇 这不就是低档的全职股 有什么 控干者可以用的嘛 市值重返嘛 昨天跟你讲 今天就拉一根长红 但爆量就还能不能追 我真心跟大家讲 爆量的前职不能追喔 爆量不能追喔 他可能一年就涨这一两根喔 一年就涨这两根 因为他没有看到 他看不到太多的成长性 他公司股本太大 就算AI他是全台湾 AI server出货最多的公司 对他的股本 跟他的营收来讲 也是仓海一束 那这个可不可以用 可用之兵嘛 对不对 带量突破 就整理一二三四天之后 再往上攻一天 对不对 再攻一天 对不对 这里这么大的量 哪里再来这么大的量 注意啦 来 回答 AI水冷散热时代来临 所以啊 散热真的喷 哇这里爆量之后 居然整理完之后可以再攻 这真的强 资金太充沛 但这里买会不会赚大的钱 不容易 你这一天买觉得自己很厉害 隔天创高不卖 哇又痛苦两天 考虑要不要卖 又看到美股跌 又看到台积电跌 哇你一卖掉喷两根 高档不容易追的原因在这里 买下去你就怕 你也振 我问各位 如果你是在这里买呢 你会不会怕 你有心里有预期嘛 你在这里买你就不会怕嘛 我在这里买我怎么不会怕 我为什么要怕 往下有继承当支撑 继承不破我都不用卖啊 对不对 齐红被双红带上去 那 这个是鸿海集团的股票 没有看到 鸿海集团的股票 这准备要挑战新高了啦 记得我们在这里有做一段有没有 这个是新股挂牌 拉回季线支撑 找买一点 走一段 创高爆量 拉回跌破季线 减码 整理 低档支撑 买 买 撞到季线再不过 减码上去 拉回来 再买回来 上 有时候 像这种股票比较操作 比较细腻 我们不见得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讲 这是底部很好布局 量稍微大一点 大家可以一起来布局 是我觉得现在会比较安全 这我就没有再说 就没有再说 那你看散热 我们跟大家讲 年后最便宜的应该会是广达 按照广运嘛 对不对 来 这个在我们的那个讲译里面有 缺口嘛 我说这个缺口要去补的啦 AI散热 它有液冷嘛 有水冷 这个季线附近 来 这里冲上去 最高 这一波他要95.5嘛 但你评论他这一波是没有创高的喔 没有创高 所以 如果齐鸿 双鸿再继续往上走 他还不创高 那就表示他上面已经有人特定在卖压 在上面被压住了 就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来回头来看整个操作的逻辑 你还是要低档布局啦 你要赚大波段一定要低档布局才赚得到钱 先从指数的角度来看 这里值不值得你大波段的布局 指数是2万点 值不值得大波段布局 当然不值得 所以你更不可能在这里把大钱放在高档的股票里面 你一定是把你的资金摆在低档的股票 来 当时候在布局一起 从这里开始突破之后 我们就开始注意他 从军工的题材 从智慧头盔的题材 从无人机的趋势 然后我一直跟你讲一个月 讲了一个月 节钱还在跟你讲 这里都是你的买点 这是低档 真的赚钱的路其实是很无聊的啦 你这在低档买好之后你就等嘛 就等嘛 就等嘛 这一波上来最高123 但我一直跟大家来讲的就是爆量一定要调嘛 爆量绝对不是买点 爆量不是别人 不是我们要买的嘛 也是我们调整的位置嘛 拉回来怎么样 再找下一次的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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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资金有没有在军工 没有 有没有在光学镜头 没有 那你要让他自己一个人怎么涨 你要让他自己一个人怎么涨 让他筹码沉淀完 毕竟这里爆一个这么大的量 这里有当冲隔日冲有一些冤魂在这里 等到这边怎么样 整理嘛 再给他一点时间 好不好 好 冯老师会在大家再做一趟 来 我跟你讲说现在都躲到什么 躲到这个高值利率的公司 因为这个都是未来一定会大涨的公司嘛 辛亥承染超过百亿 在所有四五百亿 在所有四五百亿 他有公共也有民间 他也是大力光的一个合作伙伴嘛 对不对 水南转运中心嘛 啪啪啪啪一堆啦 这我就不细念 这意义不当 1月营收是年征46.5 那2月就缩一点嘛 但是呢 2个加起来还是比去年同期成长 去年前三季就8.39 第四季是30亿 我说第四季30亿是全年单季最高嘛 但没有全年单季最高 EPS就有8.39 第四季怎么估也有2到3块 全年大概赚一个股本嘛 以上嘛 那股价多少钱 股价不到100块 来 我赚的可能比鸿海还多 那当然鸿海是绝对数字大嘛 对不对 EPS他因为他股本太大 那德昌在这里面 我们跟大家报告 这是第一跟我们开始进去做布局嘛 在这里面我一样都认为可以做布局 来到今天最高79.5 昨天其他军来到79.5 请问各位 我去年前三季 我去年高年在这里 我今年的营收获利还比去年更好 那我的股利可能会11块啦 我的预估他是赚11块啦 那他要配多少那就看他们董事会的决定嘛 那假设他一般般配5.5 配5.5他殖利率也很高啊 那是不是应该往上反映 应该要跳空往上涨吧 这里都会来到这里 而且我在敲打跟各位讲喔 过去5天啊 外资基本上天天都在买 为什么外资要买它 会有利多消息吧我想 那这里是不是一个底部区域 你在这里是另外一个整理区嘛 那随时准备 你不等它喷出你为什么要卖呢 对不对 那一喷出其实这一段上来 你就可以发现空间喔 最近很多一公布我如果配息配很好 可能直接跳空就攻涨停 他假设啦 5.5我觉得最少有一根啦 会有一根涨停去创前高 前高到8.65嘛 前高到8.65好不好 我觉得他应该去创8.65 那你从73块 75块 76块 77块 你到8.65 你再怎么样你也超过10%啊 那这个不是就是比较安全的操作吗 人家一回回檔两成三成 那这个差距就是来回就是四成五成喔 更加可能会去创新高 他可能挑战三位数啊 因为今年赚一个股份 明年赚一个股份 后年再赚一个股份 山羊啊 这不在底部 我知道啊 你们不要追高 我也不喜欢追高啊 我就不爱到你们追高啊 这里爆量攻击之后拉回来 休息整理 昨天再布局 今天继续买 这不是很好吗 你就在底部开始布局啊 这礼拜会被公报获利 去年前三期赚6.17 之前高点在99块 这还不是最高喔 那我 他有持续扩长耶 我长比他高也是合理的啊 对不对 一二月营收成长15% 继续往上涨也是合理啊 资金往这边走 这个又有量啊 这也不是量很小嘛 对不对 你在这里轻松买 拉两根上去 也很好啊 配个5块 配个6块 高值率的股票 人家上礼拜 大家在鬼哭神豪 除了买台积电的人 鬼 有开心到之外 大家都鬼哭神豪 结果你是 我只是 开始地档布局 那不是很好啊 攀钱的重点嘛 电子纸 对不对 电子纸 这是我前几天在盖牌的嘛 就是地档买滴滴的嘛 对不对 今天公布一下 今天就涌到KY 因为营收公布也很漂亮嘛 电子标签是长期趋势 挂牌最高240 200多块啊 哇 这里拉回好久了 再拉了很久 这不在底部 电子标签是长期趋势 没错吧 今天在这里布局 就拉起来最高到175 那就看看法人籌碼怎麼樣 但還是一樣 現在很多的中小型的股票 我不希望大家過去去追加 你最好是跟我們同步 在第一時間做布局 因為現在風向很容易就什麼 瞬間就轉變 來 這個是前一多段強勢的個股 康權電訊 來這裡大量區突破之後 變成支撐區 突破壓回 收紅K之後 你開始做一個反彈的攻擊 這裡高點在96塊多 回到70塊附近 只穩著我們今天在做布局 一看就往上開始攻 來 攻擊 拉回 再往上走 這裡到這裡 人家在等解套 70塊到96塊 有將近三層的空間 三層多的空間 人家想要去等解套 你在相對低檔布局上來之後 你這裡段隨時都有獲利的空間 這就是搶反彈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在看搶反彈的股票 我教你們這一招 以它做一個範例 好不好 當然囉 這個今天開始 巔峰對決369專案 挑戰三個月 瞄準六成以上空間的個股 帶著超過九成的順位 來幫助投資朋友 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閃瞄 QR Code小老鼠FSB688 或直接播打電話進來 讓專業團隊來協助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預祝大家明天操作 順利愉快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如果您喜歡鋒路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也歡迎大家 加入我的LINE AT帳號 小老鼠FSB688 你將獲得第一手標股的資料 如果你還有任何操作上路程 歡迎資訊鋒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